风水大师指点 阳台碎种绝不可放之物 别让福气溜走 你是否曾为家中的运势起伏而烦恼 风水这门古老智慧 或许能为你的居家生活带来转机 阳台作为家与自然的桥梁 它的风水布局不容忽视 今天风水大师将为我们揭晓 阳台上的四大风水禁忌 让你的家成为真正的福地 一、不要放置杂物保持阳台气通畅 阳台如同家的肺部 需要保持清洁与通畅 乱堆杂物不仅影响美观 更会阻碍气的流通 导致家中气质 影响家庭成员的健康与浴室 定期清理 让阳台呼吸自由 好运自然来 二、避免在阳台上储存垃圾 远离负能量 垃圾堆积不仅是视觉污染 更会滋生负能量 风水学认为垃圾会吸引煞气 影响家中的和谐氛围 及时清理阳台上的垃圾 保持清新环境 让家充满正能量 三、不要将厨房废弃排放到阳台 保持气清新 厨房废弃中含有油烟与不良气味 若直接排放着阳台 会污染家中的气 影响居住者的健康 确保厨房废弃得到妥善处理 让阳台成为家中的一片净土 四、避免在阳台上堆放大型家具 让气自由流动 大型家具的堆放 不仅占用空间 更会阻碍气的流动 阳台应保持开阔 让家的气自由进出 这样才能吸引福气与好运 选择轻巧的装饰 让阳台成为家的能量站 风水是自然与家的和谐共处 遵循这些阳台风水小贴士 让家成为真正的福利 记住一个小小的改变 就能让生活大不同 从今天起 让你的家充满福气 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关注我更多家具风水秘籍 与你分享 让家不仅是生活的港湾 更是历史的起点